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5周年 改革开放发展了中国 也影响了世界 就我掌握的情况 资料看 绝大多数外资企业 仍然是看好在华的发展前景的 去年我们中国实际利用外资 是1890多亿美元 再创历史新高 这个数据要过做个比较 于疫情之前就三年前 我们还多了近500亿美元 说明中国仍然是全球的投资高低 对外开放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国策 不管外部形势发生什么变化 我们一定是坚定不已的向前推进 这里我特别想说一说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这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 共享发展机遇的重大举措 进国会已经在上海连续办了五届 即使在疫情情况下 也从来没有中断 我很荣幸五届我都参加了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去年有127个国家和地区 2800多家企业 仓长 一次性涨出的面积 多达35万平方米 进国会的举办 充分说明 开放的中国大市场 是世界各国企业发展的大机遇 今年我们还会对接 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 进一步扩大开放 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 职汇越开越大 环境会越来越好 服务会越来越优 开放的中国 发展的中国 欢迎大家来投资新业